亞房就這麼的舒適 這邊還可以有觀景窗 你看 以我的身高 要不要185左右 這樣躺下去還有一些長度 很舒服 密碼的185 號稱165好不好 差20公分而已 艙線怎麼謊稱身高 上傳的各位的夥伴們 終於滑獨木舟抵達石原島 而節目組體恤辛苦的七位藝人 也在花心的過程中 準備了可以休息的伴走船 你看這個沙發 它已經不是L型了 它是一個大圓型 整片都是客廳 應有盡有 這樣拉開 這個就是冷藏 下面 也有冷藏 這邊也有冷凍 來喔來喔來喔 亞房就這麼的舒適 這邊還可以有觀景窗 來 以我的身高 大概185左右 這樣躺下去還有一些長度 很舒服 你拿來185 號稱165好不好 差20公分而已 來看看這邊 我跟你講 剛剛那是亞房 這就是泡房 泡房就整個開闊 而且這一間也不是主臥喔 它只是VIP房 你看這個大床 哇大自行都可以感受到它的舒適 所有兩邊都有窗 那還有置物空間 非常的足夠 還有一個化妝台 來你看一下廁所 獨立的衛浴 本色我睡醒菇 哇你太讚了吧 我們這一次 這趟要突發去石原島 錢可以有這兩艘飯佐 還是真的是非常幸福 你看前面那艘帆船 它也是51尺的帆船 我跟你講它的價值也是要破億 那這艘其實還有300多萬美金 也是破億 所以我們有兩艘破億的 遊艇跟帆船 搁在我們身邊 其實是非常安心 而且它上船 可以好好休息 除了有高級的伴走船 擔任水護的重要角色 支撐起藝人們飲食安全的 還有它 量子水簡單來說呢 它其實就是把水分子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量子化後 到極小 然後到0.26納米 我們平常在洗衣服上面 我們不用再加任何的洗衣精 只要有這個水進到這個洗衣機 就可以洗了 所以就是沒有任何洗衣精的洗衣機 就可以成功 就可以完成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你平常洗碗嘛 我們吃東西吃完很油 也不用任何的洗碗精 直接用這個量子水機 出來的水就可以洗 就可以做洗滴了 然後所以我們完成一個0排放 然後沒有任何的碳足跡 連使用的水都如此精心挑選 再加上藝人們的努力及毅力 難怪這趟不可能的挑戰 能夠順利完成啦 完全日樂綜合報導